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特别需要说明的 也是回应刚刚有一些听众说 其实这个政府女性的参政程度不高 不应该怪政府 应该怪传统文化 我想特别给这位听众念一段习近平的话 就是我摘录了一小段 习近平在刚刚上任的时候 召集这个妇联的这个干部开会 然后他发表了一段这样子的话 他说他对这些妇联的干部说 要注重发挥妇女在红堂中 和民主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 教育子女的责任 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 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长大后成为国家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你会看见说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刚上任 他对这个妇联干部的讲话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整个性别的意识形态 其实是保守化的 他去跟这些妇联干部去强调说家庭美德 去强调说妇女的责任在于为孩子培养良好心灵 而不是说妇女本身就可以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而是你们的孩子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那我会觉得说你就可以看见说中国政府 是如何在近几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保守化 然后包括说除了压制民间以外 他也在性别的文化和在女性的能动性上面去进行一个压制 更加不用提前几年发生的这个女权无姐妹的打压 甚至在2007年妇联的干部直接就说我们要摒弃西方的女权主义 然后要为党去争取妇女人心 然后做妇女的工作 做什么工作要求他们去弘扬家庭美德 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我刚刚说在最早的时候 他用国家强制力也有很多副作用方式去打开了女性的就业 但是我们去看到说在近年 在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所提升的时候 共产党这个政府的愿望是要把他们压制回来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这个女性的能动性 和女性的参政上面能够有任何的主观的推动